电影破风 历前邀请两岸3D的媒体 到台中高美式地探班 导演林超弦 率领中台汉三大男神 豆潇 彭于晏 始源等演员出席 为了在电影中有完美的表现 演员们事先全都接受了 导演的魔鬼训练 其实让彭于晏早就习惯啊 拍戏通常都挺辛苦的 那当然每一次拍 领导的气势 比较疯狂一点 因为导演就是一个非常 热血的导演 那他也需要一些热血的演员 刚才艾迪苏的时代 我觉得太羞涩 导演根本不是 导演是变态 没有 因为少年是记账 我已经讲过了 我已经还在拍我不好意思 你已经讲了 什么牛对导演 男生受编 他跟女生受编 他不一样的 我 我是一个 很享受被虐的过程 也没有人不准 导演也知道我就是 他的选举 所以我们就是已经非常默契 他也都知道 这个你来吧 就要自己来 我也很兴奋 至于变不变太沉愤 我就不太清楚 但我们身为男演员 这个就是一种锻炼 而最后加入剧组的 Super Junior始元 每到一个地方 身边总是围绕着粉丝 距离上次在台拍戏 已经是三年前的事 这位再度在台湾Longestay 中午明显 有比过去好了许多哦 大家好我是 崔氏元 这里面 这电影里面的名字是 曾志元 我是 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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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那个活动在台湾 是不舒服的 哦 而中文变好的始元 还在拍摄现场 与欧阳娜娜都嘴了起来啦 他们问他 哦你最喜欢是谁 他说 谁是他偶像 Eddie 我们都会说 我应对没有办法 OK 这边 OK 这边 OK 我这边 Nana Nana 我是 我是 你都 Fan了 Fan了 我也是你的Fan Fall your mind 来不及 你还好 来不及 来不及了 那个男生投资 我们不在一起 是这样子吗 不会 我们蛮好的 就是很像 像我的哥哥 Hong Yan 你不太喜欢了 Hong Yan Hellell 很台湾 我非常可爱 我觉得他很努力 跟那个 我看那个他打 几历子 打几历子的时候 哇好棒 所以我跟那个 现在我跟那个Shan 我两个人是他的Fans 始元的风色 又比过往又黑了一些 不过他自己一点也不在意 而这部剧集中台和 三大帅哥演出的电影 到底谁的车技略是一筹呢 明年8月就能见分晓啰